那有關那個Python處理Excel試算表這個部分 其實在Python裡面其實有非常多的模組 不是只有一兩個 是非常多 十個以上 絕對超過 那至於哪一個比較合適 你會發現每一個模組都有它的優點跟缺點 那目前看起來缺點比較少 優點比較多的 那最後整理出來 還有啦 還有一點就是 那個程式會不會比較不好 就是比較好寫 比較簡單 那最後篩選出來 我後來發現我自己比較習慣的 就是用那個倒數第二個這個 OpenPyExcel這一個 這個模組的話 基本上我是覺得操作起來 它的原理原則邏輯其實跟那個什麼VBA 其實那個物件的概念其實還滿像的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使用起來 其實還滿可以接受的 反而其他還有這些一堆啦 當然它各有優缺點 只是說使用起來行不行 還有一點 就是你如果問那個ChargePT 有關那個Excel檔案處理的相關程式 請它寫的話 它會發現它很多時候也會用這個模組 OK 或者用另外一個叫倒數第一個叫Pandas 那個Pandas的話 就熊貓有沒有 其實它只是音字一樣 只是 那這個Pandas也可以處理Excel 只是說它處理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其實在第七個單元 這個可能在講義裡面沒有 在雲端上有 第七個單元 如果假設你要處理那個 用Pandas來處理那個 就是Excel是可以 但是它比較麻煩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它要來處理的時候 必須要先把它轉變成一個DataFrame的一個型態 DataFrame又不是Python的型態 而是Pandas自己定義出來的一個資料型態 這個資料型態的話 比較麻煩 它需要三個東西 而且必須要一個二維的串列 加上兩個一維串列 OK 光這個就頭暈了 OK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DataFrame之後 才可以處理Excel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試過 當然如果熟悉串列的人是OK 可是如果不熟悉的人 那一定會很頭痛 當然這邊有個範例 比如說以上面這個範例來看 假如說我們有一個這個資料 比如說這個是幾個學生的名字 然後它的成績 它的哪一個color成績 然後呢 它的成績在這邊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一個什麼呢 Excel檔案的話 那其實第一個 你必須要 import一個Pandas的模組 然後呢 產生三個東西 哪三個東西 第一個 你要跟大家講說 我的資料 第一個是Data Data就這一塊 那這一塊的話 因為有欄有列 所以必須要把它建成一個二維的 二維的一個串 二維的串列 那所謂二維串列 它的概念是這樣 這邊一個中瓜糊 尾巴中瓜糊 那裡面的這一筆資料 這個是一個中瓜糊 所以一筆資料放一個豆點 第二筆資料 豆點 第三筆資料 那也就是說在串列裡面放很多個串列 OK 那叫二維串列 不過這應該難度有點高了 然後另外的話 還要給第二個資料叫index index指的是 簡易就是A欄裡面的資料index 再給第三個叫colons colons就上面這個欄位名稱 然後這兩個都要是串列 然後你把這兩個串列跟data放在哪裡呢 放在pandas的後面 它有一個方法名稱叫data frame 意思就是說你給我三個 我幫你轉成data frame 透過它的data frame可以做很多事 真的可以做很多事是沒錯 只是這個複雜度還滿高的 它你可以直接就是data frame 就直接有個方法叫toCSV 那也有個方法叫to底線excel 有沒有 那它就會直接輸出成excel 你給它一個excel檔 OK 也是OK啦 但是我覺得相較之下 這個是難一點點 給各位參考 然後寫出去這邊有講 有沒有to itself 檔案給它就OK了 那這個其實各位有興趣 不妨可以把它run一下 比如說你可以先toCSV 那程式的話可以把它ctrl-c 然後直接ctrl-v到哪裡 到這個我們的開一個空白的模組 你把它直接貼啦 那姿態小我建議ctrl-c ctrl-c就放大 好 那這樣的話來run一下啦 那當然理論上應該run完之後呢 在根目底下就會有這個檔 OK 只行看看 不過你會發現 當然假設你們的電腦裡面 如果是環境跟我一樣的話 它會出現第一個問題 第一行的地方它就看不懂了 看不懂什麼 不知道你們環境是不是有那個錯誤訊息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 表示之前使用那個電腦的人 已經幫你裝了啦 假如一般狀況是會發生 像這樣的一個錯誤訊息 什麼錯誤訊息呢 就是叫什麼module module指著這個pandus 這個pandus拿著放L 那意思是說 你沒有裝這個東西 我看不懂這什麼 以及它就有個外掛 那你就要把這個外掛給裝起來 那怎麼裝呢 基本上之後可能你們就要慢慢學會 安裝外部的模組 或者外部的套件 有點像外掛 也就是說本來Python的函事庫裡面 沒有辦法處理Excel的這個部分的函事庫 那你可以藉由外掛把這個功能給掛上來 那假如說你有遇到這個問題的話 那如何安裝外掛 特別說這很重要 以後如果你不會裝那個外掛 那很多功能你就沒辦法用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外掛 把它掛進來 那如何外掛 如果我這邊看到是什麼 名稱這個pandus 那我裝的方法 一 請你先到哪裡呢 到我們的Python384的目錄底下 有沒有 我是放在C疊底下的Python384 那如果你是放D疊你就找D疊 OK 第一個 先找到Python384的位置 二的話 請你在上面的這個路徑上面點一下 然後請你在上面這個有沒有 路徑上面打一個語法叫cmd 這個cmd的話實際上就呼叫 那個Windows裡面的DOS模式 就是命令提示的地方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要打這個 因為他安裝一定要自己打語法 當然有一些工具啦 可是目前那個工具 每一個環境都長得不太一樣 所以目前的話 我是覺得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直接自己裝吧 那接下來你就把語法打上去就好了 不過這個語法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我看一下我這邊有沒有 這個應該有 這個語法的話就是把這個打上去 這個是第七個單元的 如果是Pandas的話 其實就很簡單 把這個改成什麼 就是如果你看到Normodule什麼對不對 你就把Normodule 那個module名稱把它打在這個install的後面 我出現的是Normodule 這個Pandas 所以你就打這一串 這一串 打在命令提示資源上面 OK 把它放大一下 好 那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如果怕打錯 你Ctrl-C 然後Ctrl-V貼上也可以 不過我是建議啦 最好如果可以的話 這個你滿常會用到的 這個語法就是打一個 先打一個Python 然後1-M 意思就是說啦 我要強制幫我安裝在我目前的這個Python的386 這個版本底下 OK 然後後面加一個Pip Pip後面加一個install 然後那個叫Pandas 這個Pandas P-A-N-D-S 這個把它打上去 OK Enter一下 那如果啦 假如沒有錯誤訊息 它這個時候會連網 它會連到網路上面 然後你會發現 它就會去下載那個Pandas 需要的相關的那些Library 那些韓式庫 然後它就會幫你安裝在哪裡呢 我們這邊會跟你講 有沒有 這邊有C冊號斜線 LIB就是Library 有沒有 韓式庫 的 後面有個資料夾叫做Size Package 這個Size應該是網站上面的一個套件 它就幫你裝在這個路徑底下 OK 然後它會出現 如果你看到Service Pro的話 它好像還沒裝完 然後它底下就啪啪啪 反正它看到 如果你看到它跑完的結果 那表示它已經幫你安裝這個Pandas的 相關的套件在你的那個韓式庫裡面了 這個到底跑完還沒有 那如果假設成功的話 你再去Run的時候 就不會再出現這個叫什麼 Normodule Night Fund的這個L OK 那如果假如我看一下 理論上這個 這到底是成功 看起來是它有在跑 可是跑到一半的感覺 OK 我先弄弄看好了 如果不行 可能還是要再重新再裝 OK 我先把它關掉一下 好 弄一下看看好了 這個時候的話它有跑 表示應該OK啦 這個時候它有跑結果出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根木屋底下應該會有一個 這個我剛剛的這個什麼 Score Out CSB 看到有這個檔 大概CSB打開來 有出現了 那如果要存成這個什麼excel的話 那底下這邊有一個語法 也是在第七個單元 這邊 這個是toexcel 那如果toCSB toexcel的話其實更簡單 就是叫df.toexcel 把檔名、副檔名給它就可以了 然後把這個剛剛toCSB 改成叫toexcel 然後把檔名、副檔名給它 然後直接執行看看 應該就OK了 我們看一下 執行一下 把那個剛剛的國語、英文、數學資料 把它先轉換成DataFrame 然後再toexcel看看 你可以看到根木屋底下 就會有一個什麼 對,Excel檔 打開看看 沒有錯 有沒有 它有個Colens Index 然後這邊就是它的Data 大概這些東西 OK 只是說啦 Pandas這個是可以用沒有錯 可是我是覺得 它在做其他處理上面 會相對麻煩很多 所以我比較建議 你可以用第二個方法 就是用另外一個套件 我在雲端第七個單元裡面 有再介紹到另外一個 以下的地方 叫OpenPyExcel 這個 OK 相關的說明 也許你們大概自己再稍微看一下吧 它概念其實跟Excel VBA 其實滿接近的 至於怎麼用的話 我想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把這個我剛剛講的先練習一下 那這個Pandas它的優勢就是說 它如果要做所謂的統計分析的話 真的超強 因為它裡面基本上 你們可以看一下DataFrame的官方說明 這裡面的話 洋洋灑灑的 等於說所有的樞紐分析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看成就是說 它很類似像Excel裡面的樞紐分析表的所有功能 這裡面都有 OK 那可以視為一個是沒有介面的一個樞紐分析表 甚至它畫圖它也有功能 但是實在太多了 光這些每個都要去理解的話 真的不太好理解 而且我試過有用了一些方法 我發現其實沒有非常的友善 我感覺啦 但這個是還滿重要的一個模組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這個 那當然如果針對我們剛剛的問題 我們把它回到剛剛 OK 我們剛剛那個問題是 第五單元這裡 好 我們切回來 如果說我們要用另外一個相對簡單的 而且一般好像ChargeVT裡面常用到的 它基本上都會用到的是這一個 叫OpenPieXL這一個 好 這個在第幾頁我看一下 第十頁的地方 然後底下有一個寫入的範本 這個範本我想你們也先亂看 先確定一件事 就是這個模組你們電腦裡面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還是一樣要先安裝 那裝的方式呢 跟剛剛一樣的方法 所以以後只要是外部的這個模組 那你都要自己學會如何安裝 安裝的方法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請各位一樣先把 第十頁的這邊有一個叫寫入範本 寫入範本底下有一個叫 From OpenPieXL 然後後面Import他的Workbook Workbook就是工作部 其實指的就是Excel的檔案 然後他會建一個新的Excel的檔案之後 然後在這個檔案裡面呼叫 第一個 Active指的是應該目前活動當中的那個工作 工作部底下的工作表 那理論上指的應該是第一個 指定他變成一個工作表物件 利用他就是做寫入資料的動作 那我寫兩個資料 一個是欄位名稱 編號跟電話 然後再寫第二筆資料 寫他第一號跟他的電話 當然你可以再寫二號 寫三號 寫四號有沒有 然後最後就可以把它Safe 就可以存成一個Excel檔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存檔好像沒有比那個 剛剛的那個Pandas來的負… 我是覺得簡單太多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不用處理二維串列的問題 因為LINE很多人 這個一維串列就搞不定了 更不要說二維串列 OK 那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只有一維的 就是你只要學會串列一維的就OK就夠了 那怎麼做 你們先試著把這個範本Ctrl-C 有沒有 他頭在這裡from 尾巴在Safe 所以Ctrl-C以下 那你們試一下 把它先貼到一個這個空白的一個文件 開個新的 把它貼上 我一樣改做加好了 把它放大 那先弄弄看 他有沒有辦法Safe一個 在你們根目的底下會不會有一個叫Sample.xlsx 如果有那表示你這個環境是已經有裝了 如果沒有就叫把它裝 現在還好了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好 有沒有錯誤 沒有錯誤訊息 那表示我這個環境應該是有裝過這個東西了 你們可以run嗎 也可以 那表示不用裝了 那表示這個本來我記得好像都要裝才對 OK 可能是不是之前我們曾經用過 然後有曾經安裝過這個動作 那當然如果以後你出現什麼 Marcho-Net-Fund 有沒有 那你就自己要去裝 裝的方法跟剛剛我做的動作是一樣的 我是建議最好是可以自己裝裝看 那當然你說你要練習 一樣喔 好 如果假設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OK 打開一下 看一下我這個根目底下 我是放C碟的底線GBT 然後剛剛應該要產生一個叫什麼 Sample.xlsx 看一下有沒有這個 Sample 有在這裡 然後它裡面應該是放什麼 其實很簡單 放兩個欄位加兩筆資料 打開看看 沒錯 Lumber.xl 第一筆資料 有沒有 當然第二筆資料你也可以放 所以喔 如果你這個可以Walk的話 那請你怎麼樣呢 把它改一下 改什麼呢 就是以這個當雛形好了 然後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再把剛剛50個會員資料 把它放進來 那可是放進來50個會員 那你總不可能說這個欄位名稱 有沒有 中瓜阿虎 然後5個欄位 然後再第一個會員5個欄位 不可能吧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怎麼樣 寫個回圈 然後回圈的話呢 只要讓它變成一個串列 再配合一個sheet.append 那它不就可以幫我把它寫進去了嗎 對不對 OK 所以你要不要思考就是 這個範本如何跟剛剛的檔案讀取 結合在一起 這個就二合為一了 有沒有 所以剛剛不是有用那個readline加s嗎 release就可以了 但是release它丟回來的是一個字串 那所以你必須要把它切開 那怎麼切 那sprint就好了嘛 sprint之後的結果 再用append把它塞進去就OK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所以第一個範例 我是希望說你可以怎麼樣 把用這個範本結合剛剛的那個50個會員 當然先不要就是那個兩個欄位 因為太有點難 我們是直接假如說要結合什麼 結合剛剛的那個讀取全部的會員好了 全部會員都塞進去 全部欄位全部會員 先塞到一個excel的話 那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著做做看好了